全油管最快新闻 苏州苏大维格科技集团 因发布关于公司光刻机生产销售的不实信息 引发股价异动和市场质疑 证监会迅速立案 调查发现公司将其生产的激光止血光刻设备 误称为光刻机 为准确披露具体销售设备种类和应用领域 构成误导性陈述 因此,证监会拟对苏大维格处以150万元罚款 并对相关责任人员处以100万元罚款 证监会强调 准确披露信息是保障投资者知情权的法定要求 将继续严查违法行为 维护市场秩序和投资者权益 订阅新闻及速递 最先知晓天下事